现在要好到几倍啊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教育啊 好好的 所以我这种模式呢 家长欢迎 你不能脱离社会的 现在社会你没有文凭这么行啊 没有文凭 一切事情不能做 不是我们中国家文凭 全世界家文凭 没有文凭 它文凭作为你衡量的最基本的要求了 是吧 你不能脱离社会 你到星球上去啊 你去开发一个星球 不要文凭的星球 那你就去了 是吧 还有一个 只读经典不学书理化 不学科学 你这样观点也是错误 是吧 读经典不学科学 我讲了人文和科学 必须是两条腿 同时走路 同时一样大 一样长 长一点都不行 所以我就提出 我得说文理皆优 你看我的北洋目标 文理皆优 悲才皆优 文理都要优秀 文理皆优 是吧 所以我们这种国家教育的课程加 我现在加四大特点 这是我的学校就是四大特点 五大经典教育 八大能力培养 十大行为习惯训练 十大高尚人格塑造 我就是用这四个东西改变中国的教育 文化功底差 品德道德差 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还解决这个什么问题啊 能力问题 现在有学历没能力 是吧 就三个问题 文化功底差 学生能力差 道德品质差 我解决三差嘛 三差我用什么东西来保证呢 我就是五大经典 保证文化功底 八大能力 保证能力 差的问题 十大行为习惯和高尚人格 十大高尚人格塑造 解决中国学生道德素质的问题 这中国的教育不是约世界最好的教育吗 这不是约总书记总理最想要的教育吗 这不是全国家长所要的教育吗 这不是约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教育吗 你看我的大学目标三句话 改革中国基础教育 我的口气很大了 创新中国基础教育 第三句话 打造中华民族教育品牌 好不好 打造中华民族的教育品牌 我这个办学方案都可以征送给所有大众 都可以征送给我们每位老师 你带回去 你看我的教学理念 我的办学思想 我的办学宗旨 这个东西你可以借鉴 这是我研究四十年子教育的新学 是吧 把中国的教育 主要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校长 教育工作者 包括每个家长 都应该来关注我们的教育 这个教育不是总书记总理一个人 中国的教育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十年数目 百年数目 教育为本 教育是我们国家新王的最根本的东西 人才为本吗 人才教育吗 怎么有人才靠教育 所以教育是最根本的 百年打击 教育为本 这是我们中央所说的 国家写经文件的 百年打击 教育为本 我们中国大陆 国家只装三个重点 三个重点 那三个重点 你们知道吗 第一 科技 第一 能源 第三 教育 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工作 几百 几千项工作 中央重点抓三项工作 国务院重点抓三项工作 你没解决科技问题 没解决能源问题不行 没解决教育问题不行 没人才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我再讲教师怎么教好经典 谢谢 好 这个是幼儿园小朋友 都特别特别规范 三位是我们益阳的小学 根据我们雷阳长创作的中华经典 编的一个科技艙 快静一下 位置眼快静倒下 位置 ly语 加上有彼岑侠的追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一段啊 那他们学校就一直都是利用这些经典的歌曲来创作 然后自行编程的编程课前操 这个其实很几年前的一个课前操了 那第四个呢就是游戏创编法 这个呢可能在幼儿园运用的更多一点 因为喜欢游戏呢是孩子的天性 那将孩子们平时爱玩愿意去玩的游戏 结合一些经典的送路内容 转化为一种游戏形式也是挺好的一个办法 给大家看几个 当然这些游戏和这些都是辅助的教学方法 是大家熟悉之后来温习的时候 这位是闯关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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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拍的不是很清楚啊 这可能不太清楚啊 换一个 这可能不太清楚啊 这可能不太清楚啊 换一个 这个呢 换一个 政府发现了 我有个男的虚子 这是那个老鹰 我把这个女的老鹰 我把这个老鹰 叫我把这个老鹰 叫我把这个老鹰 叫你一声 叫你一声 叫我把这个老鹰 叫我一声 叫你一声 叫我你一声 叫你一声 这个是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没有读啊 或者是对这个老爷就会抓这个没有读好的小朋友 那么以上就是一些送读方法的分享 那下面呢是教授这个弟子规以及我们经典送读这门课的一些教学的建议 呃给大家参考 首先我觉得呃我们教授经典送读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目标 那现在的孩子呢尤其是独生子女 他们的教育症我觉得正是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和问题 现在的孩子像我们接触过的呃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自私固执 报道的倾向 呃尤其呢当我们面对孩子在文明礼貌 待人接护方面表现出的种种问题的时候 家长往往是无计可施啊束手无策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应该回过头去 要回到我们的传统智慧当中 看看老祖宗他们是怎么做的 所以呢国学大师季献林的弟子 前文中在百家讲堂中也分享过弟子规 他讲到学习弟子规就是将文化落地为文明 所以学习弟子规的目的呢也就在于将文化落地为文明 提升孩子的道德素养 我们送读弟子规并不是期待孩子的道德素养 立马能够得到提升 而是呢让他们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的作用 这个呢是我们应该 首先教弟子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认识 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花费时间 为了让学生充分地接受国学熏陶 全方位地感受欣赏领略经典的博大精深 所以呢在这建议大家 就是在学校里面每天至少保证30分钟的送读时间 除此之外呢在每周安排两大三节的专门课程来教授经典 第三个就是创设良好的环境 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这种教育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环境的创设当中 让学生与圣贤对话 利用名言警句 诗词歌赋 圣贤画像等 这样的做一些布置 可以起到宣传对话 熏陶的作用 这里有一些当时我们创 创设幼儿园环境的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我们的 当时我们的幼儿园的环境布置是对全区开放的 这是一角 就是我们把这个门 每一个教室的门都设计的不一样 那个有些家长还开玩笑说 这个感觉孩子天天都进来孔庙学习 包括我们环境创设的一些细节都是运用的一些经典的元素 这个是用小朋友的画像 然后再穿上 这个是老师画的 这个是成像服 这个是淑女服 这个是秀才服 这样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形象 都是的 是格格服 这个是我们宋读一角 就是拜上学习三字经 它就是边学就边往上面添加一些内容 这也是我们大白孩子环境创始的一角 它是用一些简化 穿花 然后呢 每一个小朋友取他们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然后让他们自己这个上面做画 创作 然后布置出来的一个墙 一个墙面 就环境当中 老师确实费了很多心 因为在幼儿园的话 环境创设这块还是挺重要的 当然小学就不一样了 小学就是以简洁为主 小学的话 一般就是创设 那个读书角 把它布置得丰富一点 那第四一个呢 我觉得要争取家长的支持 那么有了家长的支持呢 能够更好的利用时间来配合 包括其实弟子规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的规定 那你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 就学得再好 或者说它的规范形成了再 怎样啊 就是你回到家里面 如果又 家长又是另外一套方法的话 反而会对孩子起到不好的作用 可能他在学校里面能够 很好的去入厕洗手 吃饭 还有上课 但是一回家 这些东西就全部丢掉 然后家长也不去规范它 这样教育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争取家长的支持 让家长跟孩子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共同的氛围 这样呢 也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 第五个就是展示送过成果 我们通过 就是说 通过以上那么多方法 教授 让孩子学习 让孩子能够懂得这些道理 但是更多的呢 孩子的天心 是喜欢展示的 应该给他展示的平台 这样呢 也能让他更加肯定自己的一些学习成果 让家长也能了解到 孩子到底学了什么 或者说他的进步在哪里 他的这个表现在哪里 那么展示的方式也有非常多种 首先呢 是一些静态的 比方说 书法 还有这个画画的展示 还有朗读表演 比赛等等 那么活动展示有非常多 有社会活动 有演出 有夏丽宁 还有 书香家庭 这为小擂台的评比 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 我们当时做过一个社会活动 就是让 为了锻炼孩子的这个 胆量 还有就是让他们能更多的 更多的锻炼自己 当时我们是要求孩子呢 利用周末 的时间 跟家长一起出去 可以在小区里面 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找到一位 这样的老人 或者是你觉得 愿意去为他带去 笑容的人 在他面前送出经典 或者是表演一个节目 然后呢 或者是给他讲一个经典故事 就是跟路人 然后呢 就是说我是小记者 就是小记者活动 我们的一个 就是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孩子 然后呢 你给他表演以后 然后让那个 老人家或者是 这个大人 为你写一句话 打个评语 就有个这样的实践活动 这个活动当时 也引起了 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 而且对于那些孩子呢 也是一种锻炼 那我们当时也评选了 特别优秀的 评选了一批 特别优秀的这样的小记者 就是一个社会活动 那平时呢 也会利用 比方说劳动节 或者是这个母亲节 做一些校主题 还有情 就是景那一章 我们不是要求孩子 要懂得 行为 行为的一规范吗 就用这些 经典内容 和节日一起 举办一些主题活动 那么每年的像六一 还有大班的毕业典礼 是我们的重头戏 这个每个班都会 老师都会 就是集中精力 包括 这个提乐 我们叫武术老师 还有武道老师 会编排台非常精美的 一个节目 跟我们的 这个 包括我们的 当地的那个领导啊 还有家长啊 一起啊 来分享孩子们 那些成长进步 也是为他们这个 学前教育 做一个 总结 留念 好 那下面我们就要 集中一个时间呢 给大家 讲授这个 拿手歌曲 幸福能老 呼啦啦 还有 李韵大同 好 那 大家也做辛苦了 大家来 一起活动一下 呼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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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给大家分讲 分解 讲一下这个动作 呼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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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预备 起 开手 跟节奏哦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好 好 好 预备开始 我 二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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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床有所勇 又有所掌 观光不渡 飞机车 皆有所谣 哪有分 无语 又为 我不知 情与听 也不应 常与记 并不知 如去生 也不应 飞机 从梦一而不寻 到千万万不存 哪有分 无语 世为阿妩 谢谢 各位各位希望大家把这样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 能够带回去 传播每更多的人 好 我们跟音乐再来一次 六 七 走 大道既行业 天下为公 宣传与难 将心守护 无人无独 既既既既 无独自既既 势 bilion 世爱之为会ires 高四乎 今夜 心 bauen 绢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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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谣 那爱有风雨有灰 我不计情地也不理朝日记 你不计不出生也不理日记 爱是梦里的不幸 到千万岁的不足 爱是梦里的不幸 好 谢谢大家 那今天 非常开心能和大家做这些分享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如果讲到不好的地方 今天还多多包含 那在下课之前 给大家说两个事情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 六十分钟的时间 请还没有照相的老师 到七楼去照相 我们下一节课是四点钟开始上课 还有就是今天晚上 我们有安排大家夜游香江风光带 夜游香江风光带 是长沙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 那请大家吃完晚餐以后 七点二十 七点二十 在这个餐厅的前面不是有个瓶吗 就是同周楼前面 那个瓶那里集合 我们七点半准时发车 好不好 七点半准时发车 那如果 学心理学就必须学一门课 就叫神经生理学 这么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 是吧 你看 讲了吗 在学生反复的背识过程中 文章的风采格调 逻辑脉络 语言表达方式 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都会对学生 去做潜移默化的作用 所以你看读经典啊 你只有法复读 法复读 读了又法复 读法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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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了 运用了 潜移默化 什么东西都装进去 他懂得很多道理了 行为别了 思想品德教育 我讲的一个观点 剩下讲的观点 思想品德教育 不要去教的 就是要做出来的 是吧 教书 是要教知识 是要教知识 教品德 就是老师做出 做出样子 家长做出样子 学生就别好了 是吧 一定叫教过去叫做教话 话语 通过话语 现在我们都是教 不是话 现在我们老师的行为 品德不行 家长的品德不行 现在我们很多家长 我讲了一句话 还没有具备 做父母的资格 就当上了父母 他这么教 由我们社会学家的思想家 还没有 自己还没有社会化 自己还没有社会化 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人 他就当了父母 他这么教育好子女呢 是吧 所以我研究了四十年 家庭教育 我有家庭教育四十八家 我的叫做科学家庭教育的智慧与艺术 四十八家 我在全国讲了很多很多 是吧 今天我们有机会 还要背训 这种家庭教育 科学家庭教育的智慧与艺术 大家有机会再来学习 学们学科学家庭教育智慧与艺术 把四十八家学会 每个人突出讲 我们中国的家长的水平 要提高一半 是吧 你们说的 孔子说 认重道远 不是我说的 孔老父子说的 认重道远 好 这个我们就大家自己看了 瑞典的这个资料都有 伯鲁纳的 蒙德索里的都有 好 这个苏联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的 我们解答讲一下 苏霍姆林斯基 大家读过他的文章吗 当代觉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 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教育著作 你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看看 当老师 特别当校长的 你这样的书都没读过 你校长就肯定做很多网路 苏霍姆林斯基写了一部书 叫做《歌教师的介义》 也叫做翻译 有些翻译叫做《和教师的谈话》 苏霍姆都有没有的 《和教师的谈话》 哎呀 我开始八十年代 看了这本书啊 我的苏霍姆发现 一口气都完 教我们怎么做老师 怎么做学生思想工作 怎么做大主任 怎么辅导学生成绩 教学生成绩 迅速提高 是吧 整个拜学校 苏霍姆林斯基写 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他的光点思想最有价值的 你看他提出来 缺乏阅读能力 将会阻碍和抑制 老得极极细微的 连接性切微的可缩性 人大了 为什么想问点 就是神经细胞 大了皮质 大了皮质上 全部是神经细胞 有多少个亿啊 多少个亿的细胞 你们去查一查 多少亿万个细胞 大了皮 大了分成 现在全世界基本上 把它分成 形成共识的 大了分成386个区域 三百多个区域 一个地方管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管一个地方 你看我们有的人 眼睛看不见了 是大脑的整液 神经细胞坏死了 不能发生功能了 不能确定信息了 所以脑细胞 这个整液 大的分四大部分 瘟液 顶液 叫做碎液 整液 四大部分 整个分了 三百八十多个区域 你看 苏默尼斯基说 如果要大量懒度 就注尽它 神经细胞的联系 全体就快 别 你看 人的脑子 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如果它的一部分 不够发达 我讲了 分成三百八十多个区域 如果有一个部分 没发达 就会阻碍整个脑的工作 在大脑两半球的皮层里 有一些区域 是管阅读的 你看它研究的很细了 有一些区域管阅读 管阅读的 属于涉液 涉液管阅读的 大得了四大区域里面的涉液 涉像的涉 不要提出 这边加一个书啊 一页两页书的那个页 叫做涉液 在大脑两半球皮层里 有一些管阅读 他们跟脑的一些最活跃 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 是密切联系的 如果在管阅读的那些区域里 有了死角 那么皮层的所有部分 解剖生理的发展 就受到阻碍 一个大脑有管阅读的 现在我们管阅读这个区域啊 都没开发好 那么怎么来开发 管阅读这个大脑这个区域呢 开发这些神经细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经点 一读 把这个管阅读区域 对这个脑细胞激活 把它效率提高 把思维力提高 为什么 就讲啊 管阅读的细胞提高了 思维力就提高了 大家记得吗 两句话 心理学有两句话 语言是脑的思维工具 大家也记住这个话 你没学心理学的也要记住了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那么还有一句话 你就懂了吗 读经点 就是注尽 语言能力的提高 注尽语言能力提高 就是注尽思维力的提高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嘛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嘛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语言能力 宋读经的提高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提高 注尽思维能力 第三句话 还要记住 思维力的提高 就是注尽智力的发展 思维力的提高 就是注尽智力的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讲心理学 讲什么叫智力 很多人不懂 很多老师 有很难记 我告诉一个五角心 一下就记住了 什么叫智力 人的智力就是聪明 智力就是聪明程度 一个人的聪明 这么来讲实 这么来体现 他有这五种能力 他就有智力 那五种能力 现在观察力很重要 如果这个人观察力 看问题都看不到 这个人肯定是个笨蛋 智力不聪明的 观察力 注意力 记忆力 思维力 想象力 你看 你看 组成智力 组成智力 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 你要提高智力 没通过这经教室来 没经过这个门 怎么进到教室来呀 观察力是智力的门窗门户 大门 注意力 是什么 注意力是什么 记忆力是什么 记忆力是智力的门户 记忆力是智力的门户 是吧 那么思维力 是智力的核心 核心 想象力 是智力的翅膀 鸟的翅膀 智力的翅膀 没有想象力 这个智力也飞不起 注意力是什么 你们去查一下 我留一个东西给你们 是吧 我们孔子的教学 要有启发性 是吧 绝不告诉学生 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 是吧 不是学生脑部动脑筋呢 是吧 光差力是智力的门户 记忆力是智力的窗户 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 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 你看读经典 是不是读经 第一 读经典 前面我们讲了心理学家 读经典就是学生注意力 马上就安静下来 你看了 现在没读经典的孩子 是在佛造的 他注意力不会集中的 很难集中的 你看我们读经典来学校 下课 铃声一响 音乐一响 他马上注意力就安静 再也不吵了 所以马上就安静下来 读经典就 你看注意力 记忆力 那就不要讲了 我们讲了曾国藩 好多了 读经典的记忆力 他说原来很差的 他读的记忆力很好的 读经典 读经典的思维力 逐渐大楼发展 思维力大大提高 读经典 受到想象力提高 想象力提高 所以我们讲 经典诵读 读经典的智力发展 读经典的思维力发展 观察力发展 观察力有什么 我们等一下 我就五大经典 我要有一个名画 经典名画 经典名画就不一样观察力的 后面我再向大家解释 好 第八个我介绍一下 美国著名教育家 格林多曼 学过他的著作 当今世界著名教育学家 我们现在有些老师校长 不注意读教育家的著作 教育家是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权威 是吧 最高水平的 你看他提出这些光点 就好像跟我们在研究经典教育 是吧 最美为我们研究的 你看 幼儿从两岁开始就有越多能力 而且越接近两岁 学习越能力也就越强 小朋友能够读读啊 幼儿能不能够读啊 不是我说了算 你也不光是刘悠越上说的 你也不光是刘悠越上说的 两岁小朋友能够读经典 著名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哎呀你们这个是不是催彩儿童啊 我们一些教育局分管 又要教育的 你们是催彩儿童啊 两岁就读 道德经典啊 你不是害我们的青少年吗 是害吗 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说 这么多教育学 绝世界的心理学家 教育学家都说 都经典没有棒的后果 并且最好处 是吧 第三个光点你看 这个光点啊 太好了 哎呀我本格林 我们绝世界教育家的 所有教育结论一出来 我们就都学习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教育理论的学习啊 你不能只读经典 教那个经典 所以我们教经典的人 首先要有很高的理论 教育理论水平 要有很好的心理学理论知识 是吧 没有学心理学的 教不好经典 没有学好教育学 教不好经典 这就是我的经典 你看有些教了半年 教到教到孩子不读了 把孩子叫死了 就不懂教育学 不懂心理学 不懂而懂 而懂生理学 而懂年龄特征 是吧 你看 他这么说 玩世优秀的贴产 大多在年幼时 别具有良好的阅读能力 因此 从小便应该尽量训练起 阅读能力 可从小尽量训练 阅读能力 将满在 可从小尽量训练起 将满在 可从小尽量训练起 下《弟子规》这本书 那么弟子规的作者呢 是清代的学者李刘秀 自子浅 浩采三 生于康熙年间 他大概呢 毕生呢 呃 有小了六十 生活了六十年 李父子 终其一生 获得的最高学位 呃 李秀才就只能教书 那么 这位李秀才 他是如何能够写出 《弟子规》的 是因为呢 他用尽必胜的一些经历 和经验 去研究 大学和中央里面的文学 虽然他学历不高 但是呢 有很多 像这种科举不成功的人 恰恰 就学有所成 那么这位李父子 就是一个典型 在科举的路上 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呢 在研究大学和中央的领域里 他却颇有建树 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学者 后来他创办了一所学校 叫做东富斋 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 久而久之呢 他就被人尊称为李夫子 后来 这位李夫子 根据对传统儿童的一些规范要求 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 写成了一本教育孩子 启蒙孩子的书 当时取名为 训蒙文 训者 教训也 蒙者 启蒙也 这个呢 也就是弟子贵的前身 再后来呢 又有另外一个学者 叫做贾存仁 在训蒙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并把书本呢 改名为弟子归 从此之后 这本书 便在一些私书里面 开始广为流传 那么弟子呢 也就是指的学生 当然不仅仅是指儿童 那么扩大了讲 但凡是向古圣先贤学习的人 传送中华传统文化的人 都可以称之为弟子 那么归也就是规矩 规范 弟子归呢 也就是教导学生 为人处事的规范 那么 弟子归 它的全篇 到底讲的是什么 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看看它的依据和纲领 弟子归这本书呢 是根据论语学儿第一篇的 一句话 而 就像一个总纲领一样 然后呢 把它分为很多细小的章节 来阐述 论语当中 有一句这样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学儿 学弟子 这也就是弟子归的总纲领 弟子归呢 非常的浅进易懂 而且呢 都是三句成语 也非常的顺口 全篇呢 一共是三百六十句 一千零八十个字 弟子归全篇 重复为八个部分 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总续 入则下 出则替 谨 性 犯爱重 亲人 余力学文 八个部分 并且在这个八个部分当中 每一个部分都叙述了不同的事情 不同做事的原则和方法 以及我们需要遵守的一些规范 那么总共呢 加起来 也就是叙述了一百一十三件事 这一百一十三件事情当中呢 就是具体列举出 为人子弟 在家 出窝外 接人待物 求学 应遵循和持有的礼仪和规范 下面我们看看 弟子归的基本特点 当然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 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觉得呢 弟子归 它是一本 以励志做人为首要目标的 这样一个定位的书籍 第二呢 它呢 以日常生活为进入入口 讲了非常非常多 生活方面的一些 该要注意的 规范和规矩 我觉得 在我们的 当时在我们幼儿园 这个教授弟子归的时候 其实很多方面都 能够很好的起到 这个孩子的行为习惯 培养的这个一个目的和目标 而且呢 也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家长非常满意 老师也觉得教的开心 第三呢 它呢 是以礼仪教育为基本功夫的 当中有很多礼的东西 我觉得呢 从小对孩子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和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四呢 它是以孝提教育为关键节点的 我们弟子归 全篇第一章 就是讲如何来孝敬父母 我觉得 作为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人 能 能 能 为之 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点 那弟子归的影响和意义呢 也非常的深远 在清代后期 就是已经广为流传的 儿童读物和同龙读物 当时呢 几乎与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有同等的影响 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 是非 善恶 美丑的行为标准 那么它所创行了 孝敌谨慎 诚信 爱众 主学的精神 对于促进社会和谐 还有现在 对于我们 包括现在 国家对我们的要求 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所以呢 这部书呢 也有一个 对它的称语 叫做 人生第一部 天下第一归 这是对弟子归归的一个 总体评价 那弟子归虽然它的内容非常的浅显 但是呢 它有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 首先呢 我觉得弟子归 它反映了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 也就是传承文化 它不是横空出世的 而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呢 它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 和精神 并且呢 关注人心的健康成长 人生 心理健康之情感 要学会懂得爱 包括爱父母 爱家人 爱身边的一切事物 第三呢 我觉得它向我们展示了 古人 唯学尽尖 人生成长之道 告诫我们生命根基之所在 你看看我们一起细想一下 弟子归教我们首先要 懂得笑 替 懂得警信 懂得仁爱 然后呢 学会与人交往 以上这些 我们有所修养 或者说去懂得以后 然后你有什么 余力才学文 所以就是说 其实 包括现在 可能 这一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去 慢慢去 走的一条 比较好的路线 第四一个 它呢 为我们规定了 伦理生活的基本范畴 为构建和谐和睦和睦和乐的人际环境 提供了依据 第五个就是 为我们构建了人生的习惯和规矩 所以才被誉为 人生第一步 天下第一规 那今天呢 我们重新倡导这篇经典童谣 也是力图呢 借古人的智慧 为当代儿童的素质教育 提供丰富的养分 培养一个礼仪 道德之风 营造人的心的纯净 社会安定的温习世界 那么 像在物质文化的今天 其实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 因为智慧和真理是永恒的 那么下面呢 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里面一些比较容易混淆和 那个读错的一些字音 大家可以把书本也拿出来 一起来温故一下 东则温 夏则庆 这个是我们第一章 入职校里面所提到的 那么这个庆字啊 就是我们平时说清凉的清 少了一点水啊 就是两点水 这个有时候像我们 如果是在小学里面 教授的时候 呃 容易跟那个亲字混淆 一般还是会稍微 讲一下 这个庆是凉爽的意思 冬则温夏则庆 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 是不是 冬天我们要为父母带去温暖 夏天呢 要使他清凉 言语忍奋自敏 这个敏就是要消灭 丧尸的意思 这是第二章 出则涕里面的一句话 尘必灌尖树口 灌 也就是我们平时早晨应该 要洗脸洗手 洗树的意思 大家一起 就是看这个上面 一起看下来 没关系 变尿回 那么这个尿呢 它是一个多音字 也读逆 逆爱的逆 同时呢 它也同那个尿 就是我们经常 要告诉小朋友 是吗 变后要洗手 折尽手 也就是立即 就要 就要去 变尿回 折尽手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置物会 也是 讲我们这个 平时的生活习惯 衣服不要乱扔 乱堆 这样呢 容易导致 衣服的 脏乱 至污秽 那么这边呢 是一些比较难懂的 字词 还有一些语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句话 比较用 现在的话 可能就是读上去 比较不知道 是大概什么 说什么意思啊 物戒欲 物伯矣 物积句 物摇臂 其实呢 它表达的 就是四个动作 四个平时 我们看上去 不怎么哑观 应该注意的动作 物戒欲 欲 指的是那个门框 因为古时候 那个门的前面 都是有一个台阶的 我们不应该去踩它 包括现在 我们去一些 这个 包括故宫啊 包括古老的建筑啊 还有那个佛堂里面 那个门 不是都有一个门槛吗 那很多人 其实喜欢踩上去 其实这应该是 一个不礼貌的做法 那下次我们知道以后呢 就应该是跨过去 不要去踩门槛 物戒欲 物伯矣 伯矣是 就是 就是 伯我们都知道 是吧 就是歪的 伯矣也是是 站不正的意思 倾斜的意思 也就是 有点 靠着呀 然后可能就是 有时候说 怎么站没站上 就是指 这个一个情况 一个姿势 物机具 机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以前 他们 古人是用那个 波机 那个波机 是一个长口吗 他只是用这个波机来形容 人的坐姿 不应该是 两腿 坐着的时候 不应该是这样 张开的 因为这样 对别人是一种 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动作 我们应该把双脚 并拢 所以 物机具 那么 物摇臂 这个大家就 再熟悉不过了 用三个字 使用就是 是吧 二郎腿 对 物摇臂 也就是 不要摇晃 我们的这个 大腿 是 二郎腿 不要聊 二郎腿 这样的 在这个 生人面前 也是 不太好看的 不太礼貌的 也就是 这句话 物 建玉 物博矣 物积聚 物摇臂 现在都加 大家都应该记住 这四个动作了 以后在生活当中 能避免就避免 物宁巧 也是我们后面 章节里面 提到过的 这个宁子呢 也就是 巧言 谄媚的意思 有些人 喜欢 阿谀奉承啊 那么这样呢 我们 也是应该 去避免的 我们应该 做一个 真诚 正直的人 弟子关系当中 还有一句话 叫做 见人善 吉思旗 纵去圆 以见鸡 那么这个鸡 因为它是 用了这个 足字旁的鸡 所以呢 可能跟它的 字面意思会 有一些些 差别 这句话呢 主要是讲 看到别人 行善 就要想到 自己也应该 努力去做 也就是 见贤 思旗的意思 那么后面 纵去圆 以见鸡 也是告诉我们 即便我跟这个 人 有一定的差距 也应该 就是说 其实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 慢慢的去赶上它 所以鸡在这个地方 是上升的意思 让自己有所提高 在后面的章节 还有一句话 叫做 极有能 物自私 人所能 物亲子 那么这个子 长得有点像 誓言的誓 是无奈 一对天 无奈华 在天分 下正家 这一丝 无奸则 是什么 物货者 年华上 物一种 一种罪 最为常 物货者 物货者 一货者 一身也 大宗敬 物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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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问谁对你听 无语我和不分明 又人物去迷舍 他无论以为说 见人物去世华 后有情见不怕 请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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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叛 订阳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来 吱点赞 рубki 转发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子也奏着这一个来 用这套诗歌 小雅是天子 款待诸侯 用这套诗歌 诵呢就是什么呢 国家在祭祀 祭祀的时候 所奏着这一个来 诗歌 当然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 但是有不同意见 也就是说 封雅诵 封雅诵 套诗诗 它这个诗诗的内容 有不同的意见 不是封大雅小雅和宋 而是什么呢 那是 南封雅宋 所以在这里我就 用一个幻灵片 把这个稍微 内容稍微点了一下 叠出来了 四诗最早的是出现在唐朝 唐代 那么一般的理解 都是这样子的 有封雅宋三部分总成 封国封 对不对 雅分大雅小雅 宋 所以呢 成为四诗 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见 也是很有名 四诗是南风雅宋 因为他们认为啊 风里面 有一些内容 不能够把它归纳为风 而应该把它归为南 核心的代表 核心的代表是什么呢 周南 扫南 所以啊 他应该来归为南风 那么具体的一个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 梁启超的 是四诗名 我把它归纳了一下 把它归纳了一下 所谓的宋 天子之乐 天子之乐 在世纪里面 他的这个片名 大概比如说这些等等 那么雅呢 有大雅和小雅 当然他这里也是分了 那么是天子和诸侯呢 曹慧夜想之乐 南 是什么呢 和风他们主要的 最主要的区别 是在这里 刚刚讲到 像周南等等的这些篇幅 为什么把它称为南 而不称为风 主要是它是和乐的正歌 而风它是无算乐 什么叫无算乐呢 它可以反复演奏的 没有固定定数的这么一种乐曲 固定定数的这么一种乐曲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野奏时的音乐 可以是不固定的 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形和 这个形式来 去变化 去变化 也可以啊 一变野奏完以后 站了一变 站了一变 所以他们就根据我 根据了 他的这个野奏的方式 表演的方式 以及他的这个文理的地位 他把它来 把它来 分了一下 所以叫 南风亚颂 这里就是跟大家一起 探讨一下 第六个 也是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 人为子今满音 我叫子为一金 那么这个啊 有个一金 有个一金 什么叫一金 这里的时候呢 我的理解啊 一金是整套的金顶 并不是指的仅仅就是 就是这个三字金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文贴想得过 丁丁阳 什么事 辛苦糟糟 起一金 对不对 有一金吧 干戈了入四周星 那么辛苦 值得是什么呢 值得是他自己 以及朝代 所面临的这一个 所经历的这一个坦克 是不是 辛苦 包括自己啊 读书的时候啊 怎么样的这个啊 怎么样的这个 艰苦 所以呢 就是辛苦 啊 遭逢 啊 遭逢 也就是碰到当时的那种场景 啊 起一金 也就是 正常的语句应该是 一金 起 起自于 起于 这句话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话呢 把它翻译过来了 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以为精通了 啊 相关的一些 这个 点击 然后呢 幸运 经啊 历经先行万苦呢 幸运的被国家来 雪中 啊 就是大乐观的意思 大乐观的意思 但是面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一金呢 我感觉呢 应该不仅仅只是了 三字经 应该是 有关于啊 儒家的一个整套的这个经典 整套的经典 好 这是我对一金的理解 当然对不对啊 欢迎大家批评啊 好啊 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个方面 教学建议 第一个教学方法 这里我们刘老师上一节课 已经讲了很多了 对不对 并且非常的活跃 活跃 大家也相信也是非常的受益 什么宋读法 指读法 开火车法 银藏法 很多 对不对 其实啊 一个原则啊 也就是说 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越活越好 但是 一个核心 不能够偏离他的住址 不能仅仅是为了 因为要去 为了娱乐 娱乐 他的这个中心不能贫 对不对 你不能够 把他完全沦为一种娱乐性的这种东西 不去突出我们经典 他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意义 那就是 丢了西瓜 吉他芝麻 所以啊 我们从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教育的方法 本来这里有视频的啊 就不放了 第二个生活化 生活化呢 也就是说呢 要把这些经典 要具体啊 要落实到 这个呢 孩子他的这个生活过程中 比如说 三十经里面对我们这个 校庭啊 他的这些道德要求啊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具体化 通过一些事例 通过一些呢 具体的行为 来把它强化这种意识 第三个就是情境化 情境化是什么意思呢 情境化就是创造一定的氛围 或者是让那个情景再现 比如说 恐龙让尼的故事 对不对 可能我们 把这一个故事跟小朋友讲完以后 它是动非动 但是我们通过可以创色 创色像恐龙让尼 像类似的这种情境 然后去教他怎么去做 教他怎么去做 这样的话 他们才能慢慢的慢慢的来 慢慢慢慢的来 才会有这么的意识 我就讲一个我小 我小家伙的啊 两岁现在啊 我经常 一般他 我整体 整体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小气的 确实是这样啊 他有了什么好东西啊 基本上是很难 也不容易跟你们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这个私欲 再有欲 非常地强 然后呢 我就我们 我和我 妻子就开始引导 引导的时候啊 就说比如说 他买了一包糖 我就讲 给爷爷给一颗 奶奶给一颗 最初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根本就不愿意 但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引导 现在比起来好多了 但是这个引导过程中啊 我们也要注意啊 我们的这一个呢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长辈要配合 像他爷爷和奶奶 非常地同他 隔一带 对不对 所以那也 他们不得了 他刚开始的时候啊 他把这个 我在我们的邀请 在我们的这里引导下 把这个糖 给他爷爷 给他奶奶的时候 他爷爷和奶奶 他反应是什么呢 啊 宝宝吃爷爷奶奶不要 这下就麻烦了呢 对不对 他本来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引导的 和展示的机会 但是问题是 他们没有接受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 他的这个 他的给你们 给你们的时候 你们应当要来 对应当要来的 应当要来的 这样的话 他才能通过一次 两次三次 不断的这个重复 他才能够有这种 才能够有这种意识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要把这个 具体的这些事例 把它呢 情境化 通过一种情境 把它具体再来 展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 在教这个三次经 他的这个有关于 天文地理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什么 世界的地图 中国的地图 把它展现了 他们的这个面前 然后让他们去找 哎 你的家在哪里啊 对不对 北京在哪里啊 这样的话 他才会有一个概念 要不然的话 对小朋友来讲 他根本没有这一个概念 同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机构 很多学校 他都会在这个学校的走廊啊 楼梯啊 以及以及这个活动的场所 去做一些布置 对不对 把一些这个名言名句啊 这些经典的故事啊 哎 把它来 哎 哎 哎 把它来通过一些 恰当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把它给创造出来 布置出来 但这也是一种情境化 的一种方式 让学生呢 让小孩 哎 一走进那个氛围里面 就能够受到薰陶 啊 这是呢 情境化 教育要求呢 保证教育的时间 合理安排教育进度 啊 可以呢 不求圣洁 特别是对小朋友啊 小朋友他的这个啊 不要有太多的这个讲解啊 哎 不愿意有太多的讲解 精神能力必须有限 第四个是争取家长的支持啊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大家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经历教育教学的过程中 要时刻跟我们的这个家长保持联系 要跟他们去沟通 哎 把它好的表现 好的 进步 快的 要向家长汇报 把它 应该要呢 感政的 要请家长配合的一些呢 习性 也应该呢 也 让家长知道 两方面共同去努力 丧失教育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真正教育为主 啊 少去批评 最后 注意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正确处理好知识 学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 也就是说 学知识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来学做人 啊 学做事 哎 单纯的知识的教授 不是目的 还是一种手段 所以我们 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啊 并不要 我一定要去强调啊 去去比 哎 跟什么机构去比 比什么呢 二眼你看 我 我这个机构 哎 我这个小孩子放到我这里来 一年的时间 把轮运全备完了 哎 把什么全备完了 背了几万字 几万字 这是功利化的教育 啊 这是功利化的教育 啊 所以也就是说 对这一些 存知识性的这一种 啊 存知识性的这一种啊 他的这一个呢 哎 记忆啊 我们不一定要很注重 关系注重的是什么呢 要他的行为的比方 哎 如果一个小朋友 他的这个 背诵的这个程度不满 不是和其他小朋友相比 不是很多 相对来讲要慢一点的话 没关系 只要他在行为习惯 在各个方面 这个方面有进步的话 那我觉得就应该是 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正确处理好 知识学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教育 不能走啊 一定要去注意去引导 不要把它 像什么 单纯性的这个记忆去引导 啊 容易产生一个什么 骄傲的情绪 你看 今天哎呀 我好厉害 我背了好多字笼了 是我背底 是不是 这其实不是一种好谢谢 其实不是一种好谢谢 第二个呢 要正确处理好 积蓄传承 继承和批判 阳气的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 三次经验 以及包括我们其他 一些 我们的这个经典的著作 不可避免的 有一些过时的东西 这个没办法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和我们现在人所见识的 所思考的 所接触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面对 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我们不能够 评众分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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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償 一切 你從心中 當 藏起來 和再往 你 你 你 是你 听我声音 笑笑你 你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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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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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如今 寄我心里心 想你 我儿和儿面相感 一种想重来 我儿和儿面一天 一种感重来 我儿和儿面相感 一种想重来 我儿和儿面一天 一种感重来 我儿和儿面相感 一种想重来 我儿和儿面一天 一种感重来 我儿和儿面相感 一种感重来 我儿和儿面相感 一种感重来 我儿和儿面相感 也跟着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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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